嘿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默奇 现在的话给大家带来minecraft的word世界新版模拟大都市的这个结束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上一期的话我们是建好了这两栋二层的一个民房 然后我觉得的话就开始建这个肉铺了 因为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牧场了 那么这个牧场的话它目前的话是可以自动生产这个牛肉出来 肉铺煎好之后呢这个屠夫就会来牧场取肉 然后卖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赚钱了 那这个肉铺的话需要这个石头这样子吧 我先去挖一点石头吧 上一期有粉丝在视频底下留言说默奇你为什么这个不种树呢 对吧你去弄一点橡木啊在这边种一下对不对种点树啊 可以砍树挣钱吗因为原木的话它比较贵嘛对不对 比石头贵多了 这个粉丝留言的话我觉得还是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毕竟原木对吧7块10块一组啊 比这个石头要值钱多了啊 所以我打算啊边种树边挖石头这样子的话来钱会更快啊 玩这个模拟大东西一定要想办法挣到更多的钱 只有钱啊才能让你的这个小镇啊发展起来 无论是现实还是在游戏啊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吧 ok我们直接传送过去吧 哎我的标点呢大哥算了我搭上去吧我的标点怎么不见了 往上走感觉各位的话还是比较喜欢看这个模拟大陆式的 ok把这个铁烧一下哎我们差不多可以做铁桩了嗯原石是吧 来来来给你给你我给自己留一点啊我做几个石稿对 做点石稿我们再去连锁挖矿三个对我们有9个这个原石 ok搞定我来把这些垃圾放一下 哎我有两个项目哎我有两个项目树苗我都不知道 好的两个项目树苗我们就种这边吧 ok注意啊种树的时候不能隔太近啊如果两个树隔太近的话这个树会长不出来 这个是mc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小常识 啊没有骨粉有骨粉就好了真的有骨粉的话我们可以催化一下然后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树苗了 好我们来把石头挖一下还需要石头打给我裁放的两组啊你逗啊我裁放的两组啊你什么情况啊我裁放两组又需要石头了来来来来我现在反正不缺石头这么多 哦对了我那个在在床旁边标个点 否则的话这个搭上就很麻烦了浪费时间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这边啊顶多算算上一个小镇吧就莫齐镇吧莫齐镇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小镇发展得好的话啊我就啊撤镇为市啊莫齐市哇多霸气的名字 哦好吧他需要石头不是原石我懂了啊完了啊原那么那么大家也知道啊石头的话原石转化为石头的话必须要烧放放到荣物里面烧哇特别的耗费时间已经没啊我还不直接买的食材买个三组吧够了吧三组你在建不好的话跟你说啊你就可以你就可以 退休了大哥三组你再建不好啊你就可以回家睡觉了啊你可以早点退休了那这一期的话肉铺我一定要建好啊我一定要让肉铺营业啊我要赚钱OK我们再去挖一点吧哦我还没有木头我现在什么都缺我跟你们说啊啊好穷我再做一点这个木这个木棍啊然后做点稿子做点石稿我再去挖点石头我再去挖点石头可以 我再炒一下我等会的话来建材厂啊建材商店我再炒一下这个原石的价格啊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挣更多的钱了OK这么多石稿的话我估计可以挖很多的原石了走挖完原石的话我到前面去看一下啊我去到前面再撸一点木头啊我这个木头的话是严重不足啊然后想买的话又太贵了性能钱 我这个人可是特别结尾的一个人能省则省啊OK没哎呦这个每一根铁是能卖就好了哎呦他每个铁他不收这就很难受 哇好黑啊哇好黑我现在想再做点火宝做不了没有木头所以说各位啊木头对于mc里面在mc里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ok这么多原石我来看一下今天原神的价格啊需要石砖啊买 这是矫情啊石砖啊 逸子我给你啊啊感觉好浪费啊啊现在七毛八今天原神的价格是一块一毛三买哦没钱了等一下啊就卖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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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不信不信不信我来看一下我炒下价格一块啊两爱涨了一块钱可以两块两毛四再卖两组再卖再买一组两块四毛一啊不够再卖一组炒一下啊两块啊买错了两块七毛两块二毛四三块零三块钱一组 我可以卖了二十三nice漂亮 这边这一波不错啊赚了二十三加上成本的话估计少说十五块钱啊肯定是挣到了好我们去前面呃看一点木头吧这个木头的话实在是太缺了这个树的话长那么慢啊我就搞不懂我为什么要选一个平原啊这个树是真的少这个树 木头真的很重要我想mc我想我就想问一下啊mc的话还有什么模组他是不需要木头的好像没有吧各位你们想一下mc有什么模组他就是从一开始到玩通关他是不需要任何木头的就一点木头都不需要的有吗好像没有吧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是你宝贝 对吧哎神经宝贝他也是需要木头的吧你最码要工作台吧对不对好像没有吧真的所以说木头这东西很重要的等你神经宝贝你你最起码来说你做熔炉你也你也吃饭对不对你要你要烤肉熔炉的话怎么来呢做稿子做稿子肯定是需要工作台对不对